怎麼那麼多草 草坡一下 欸 這什麼車 福特 哇 可真的是活得精彩啊 被遺棄在這裡 這泥土蠻額的耶 整個車其實都這樣 報廢了吧 欸 裡面有沒有人啊 看不到 應該沒人吧 有種 有種怪怪的感覺 開門看看好了 等一下要不要有警報器 重點 阿楓去哪裡了 怎麼會叫我們來這邊 欸 你有聽到什麼聲音嗎 蛤 好像有一點聲音耶 是在哪裡啊 那個車子裡面 車子裡面 喔 真的假的啊 現在鬼門開 不要在那邊 什麼東西啊 幹 現在鬼月開 不要鬧了 欸 趕快走 趕快走 你們朋友會玩啊 阿楓 這車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是剛去叢林探險回來嗎 在車被車主丟在身上很多年了 然後車主也是年輕人 在跟我們一樣去探險 所以他基本上都開這台車去溯溪啊 或者是去探險一些有的沒的地方 所以因此造就他現在變成這副德性 然後幸好他遇到我們騎車一枚 要想要對他的小鷹做一次完整的翻新 等一下 我有看錯嗎 那兩個蛋是 壁虎蛋嗎 太誇張了吧 對 這台車一定要做到重度拆洗 因為裡面其實有一些昆蟲小牆之類的 然後 但是因為車主的預算有限 所以聽起來 可能也沒有那麼多的預算 來做到重度拆洗 好吧 看來這次又是一個苦拆試 我們只能盡量輕吧 話說你們有看過 車內有輕胎嗎 沒錯 這個就是輕胎 這是車主之前 天窗肉水一直沒有處理 所造成的 還有座椅下面這些垃圾 可能平常就往裡面塞 反正也看不到 久了就習慣人那樣 至於這隻大蟑螂 可能就是這台車的心靈伴侶吧 因為長期孤零零的被丟在山區裡 也沒人陪他 這個之前應該裡面也有常載狗 因為蠻多狗毛的 這些慘不忍睹的髒污畫面 等一下洗完後就再也看不到了 所以我們先好好的紀錄一下 輪胎也放到快沒有氣了 我也只能幫車主盡量輕了 進去 煞車 開動 跳 開動 開動 超勁 我超勁的啦 這些霉菌吸入人體都對身體不是很好 所以一定要盡量清洗乾淨 可以看一下清洗的差異 像這椅子因為實在太髒了 所以藥水用量就會比較多 這清洗完要盡量吹乾或風乾 不然没多久可能又会再度发霉 主要车子还是要残开啊 不然车放久了也都是会坏的 皮久了自然都会堆积人体上的一些油脂跟脏污 所以要跟衣服一样定期的清洗 像方向盘也是一个非常脏的地方 因为手会接触过很多地方 像是挖过鼻子啊打喷嚏之类的 小詹哥你经过那么多台车子 你有收过车子里面什么怪东西 我目前收过最奇怪的应该就是可能 XX蛋啊然后保险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我大概方便讲一些药品 目前就是大致这些 其他应该就还好 大家可能平常都一直在洗外观 但是内装从来没有洗过 要好好重视一下 像这种天窗漏水要怎么处理 如果车主没有预算的话 有什么方法先持肉 最简易的方式就是直接在外面的天窗地方 直接把间隙的地方直接打交锋起来的 这是最快也是最省钱的方法 但这个日后就看车主自己的需求了啦 基本上这都是四个排水孔的导管 应该堵塞才会导致漏水 是排水孔堵塞 我们两边的A柱都会有所谓天窗的排水孔 如果因为一些树叶灰尘泥沙堵塞 导致水排不出去 它的水位就会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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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到上面来 导致我们的天花板这边会开始渗水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先去自助洗车场 先做一个初步的处理 如果真的是因为排水孔阻塞导致的天窗漏水 经过刚刚这样的一番操作 其实大部分都可以排除 虽然说老车或旧车 大家可能不想花太多钱去整理 但当这台车没有什么大毛病问题的时候 总不能说因为它老了 所以就不要为它加油或是保养吧 任何东西不认新旧 本来就该定时的保养维护才能用得更久 而且内装适时的整理一下 自己和家人做起来也会比较舒服 卫生健康也会比较好 还有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内装可以多摆一点干燥剂 这些无形的湿器 这对于内装的电子零件 或是进口车的一些环保胶啊 都是内装的一种隐形杀手 因为湿器会让这些胶啊或环保漆 开始变质发黏脱落 好在干什么 在洗车上的配件 再来看看安全带清洗的差异 简直惊为天人 太恶心了 毕竟安全带每次开车一定都会接触在身体上 所以久久一定要定期清洗一下 再来就是冷气鼓风机的部分 拆下来也是相当的惊人 看看这卫生纸就像肺一样 吸进这些脏污 瞬间变成黑色的 尤其又闷在这小小的车内里 为了健康也还是建议要定期清洗一下 看看留下来的这些脏水 它为什么会这么脏呢 因为台湾的空气就是很脏 它就像冷气的风扇一样 它都会卷外面的空气进来变成冷气 所以这不脏也难啊 所以冷气鼓风机加冷气滤网都要定期的清洗 今晚呢我们要开始为它进行外观的清洗 接下来的清洗过程一定会非常疗愈 在全车清洗之前 先上泡沫进行简单的浴洗 因为这台车长期停放在山区里的山壁毛 所以只要下雨就会有很多沙土 随着雨水落下 变成这些泥水就会流进车身外观的板件细缝 这时候就要借由高压水枪的强力水柱 把这些细缝里的泥沙冲出 看着这些泥土被冲掉的感觉相当疗愈 不过光在冲洗泥沙的这个时间 我们大概都花了快要一个小时 然后因为要冲干净的原因是因为说 如果我们等一下直接就这样开始清洗 就怕说这些沙石伴随着洗车手套摩擦 会造成气面的挂伤 这如果没有高压水枪的帮助下 真的会洗到怀疑人生啊 这些泥土都飞到我的手上 然后像底盘轮供的内侧 这些你看也是堆满了沙土跟泥 所以一定要一一的清理干净挖出来 轮供洗完换冲洗车身底盘的部分 接着可以看看这些灯壳的背后 还有这些细缝出来 真的跟土16一样 不是我们爱拆车 只是这些东西你不拆根本就洗不干净 强迫症发作 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洗干净再说 真的看不下去 心里不舒服 这两颗蛋经过询问还有了解后 应该是壁虎蛋 长那么大第一次看到 真的很稀奇 而且还是在车上看到的 这些细缝可以借由水枪的力道 深入到这些细节里 这样洗起来也才会比较干净 旅圈的部分就一样 内圈外圈还有轮胎卡钳轮拱都可以刷一下 最后就是洗引擎室 重点引擎一定要冷却 重要基件像是烤耳啊或是发电机 分电盘等等这种敏感的地方 要用布来包覆起来 再来开始冲水 冲湿后即可开始喷涂引擎清洁剂 搭配刷子啊各种的刷洗 由上到下 刷洗完后就一样把这些脏物给冲洗干净 一样从上面冲到下面 最后吹干擦拭即可完成 测身所有细节清洗完后就换外观整体清洗干净 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 已经要晚上四点了 不要说为什么我们要加班这么晚 是因为真的我们有很多客户的车辆真的很脏 那我们也是说只能就尽力啊 真的帮大家满足他们的需求 不然等一下又说我们洗不干净 这行业真的很累 如果说我又要再跟他收更多的钱 你也知道不一定每个客人都能接受啊 对不对 洗完玻璃上还有一些飞漆 那这些飞漆可以用钢丝绒或刮刀来刮除 要刮除之前都会建议先试一小脚看有没有问题 注意刮刀不要用边角来刮除 因为边角很锐利会刮伤玻璃 就用平面的地方来刮除即可 轮胎均匀的抹上亮光镜 拆压不足的部分也顺便重新灌漆 历经了这次三天两夜的清洗探险后 垫覆了我们对车辆战屋的见解 很多过去我们没有看过的战屋 都在这台车出现看到了 确实也让我们洗得非常辛苦 这台车也是因为车主的预算 所以大部分都是着重于内外清洗的部分 如果这台车真的要整理到漂亮的话 那就一定要再加烤漆 还有更换一些零件耗材 还要做个美容抛光除纹才会真的非常漂亮 当然借由测试的清洗 整体车矿已经跟之前来的样子差了非常多 当然我们自己洗完也是成就感十足 希望车主之后也可以正常使用它 别再冷落它了 不然就枉费了我们这几天这么辛苦努力洗干净的成果 话说这短短15分钟的影片 我们可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拍摄 还有剪辑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多订阅我们 还有多分享 我们未来会再跟大家分享更多这类的疗愈洗车影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Ajax 如果你也喜欢洗车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洗车社团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 记得订阅我们 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